《思加茉莉佛》 我們來詳細介紹 《思加茉莉佛》以及孤獨長者 就是跟希達多的姻緣 《思加茉莉佛》有一次在靜坐的時候 看見有一對夫妻 希達多夫妻 他們七次都要貧窮 七次喔 那麼這一次更貧窮 他們住的地方是黑洞洞的毛棚 每天都在垃圾堆裡面找食物 來維持生命 希達多有一次在垃圾堆裡面 意外的發現一塊牛頭沾毯 沾毯是一個很名貴的沾毯木 希達多夫妻撿到這一塊牛頭沾毯 他是名貴的香木 他所燃燒的香氣在15里外都可以聞得到 世間上所有的香氣都比不上這個牛頭沾毯 這對夫妻撿到以後 因為是非常珍貴的寶貝所以很高興 就用這個牛頭沾毯換來三碗白米 因為他們這一生裡面從來沒有吃過白米飯 那麼接近中午的時候 這對夫妻就決定把第一碗米下鍋 有另外一個說法是當時希達多到外面再去找食物 去工作希達多的妻子在家裡做飯 當第一鍋飯煮熟的時候佛在店中 知道跟希達多長者有緣 要度這個希達長者佛陀就派捨立佛 說希達多長者佛以貧窮欺視 現在一年成熟了 希達多長者佛你去度他們 改變他們貧窮的命運 以示希達多長者佛就來到希達家裡來化言 希達多長者佛見到希達多長者佛家裡 希達多長者佛家裡來化言 非常的興奮 佛夫妻娘就知道自己過氣生沒有修福德 所以今日落得如此窮困不堪 經由佛大帝子來化言 這是供養種族福德的大好機會 極不可思就將第一碗米飯 供養了舍利佛尊重 供舍利佛尊重以後 夫妻娘又煮第二碗米飯下鍋 兩人使用的時候 佛又叫加塑尊重去化言 夫妻娘見到佛的手作弟子來化言 就很恭敬的將第二碗米飯供養加塑尊重 希達夫妻供養了兩位尊重後 心裡非常歡喜 又將第三碗米飯下鍋 準備享受生平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碗米飯 這個時候佛出現了 就要看他的恭敬心 看他的真誠心 因為他們兩個夫妻是窮人 一輩子也沒吃過米飯 把最珍貴的來供養佛 那個恭敬是非常殊勝的 這個時候他們第三碗米飯煮所有時候 佛頭出現到西達家 夫妻娘見到佛頭親自降臨 就是曠解藍縫的機會 就是愛惡一天 甚至以後都愛惡也沒有關係 就真誠恭敬的 將第三碗米飯供養佛頭 佛頭見到希達夫妻這麼一片真誠 看著希達夫妻說 一切罪魅禁白寶從地生 佛頭束福報給他 所以像學者一樣 今天有這個機會 舔為學獎金的一份子 其實是這個 蒙老和尚所述的福報 老和尚他福報非常的廣大 佛頭也是一樣 佛頭說一切罪魅禁 你的一切罪意都消除了 因為為什麼希達長者夫婦這一生這麼貧窮 因為過去生是奸貪不不思 那這一次把這最珍貴的米飯供養出去 他的奸貪的業就消除了 奸貪一消除福報就會現錢 因為他供養佛頭的兩位大弟子 還有佛頭這位聖人 所以一切罪魅禁白寶從地生 插那間虛達所住的毛棚充滿的金銀財寶 這個時候希達夫婦心開意見 得了禁法眼障 他因為他真誠心供養 親近心不失 業障消除智慧也開了 禁法眼障智慧也開了 忽良看見滿屋的金銀財寶心想 他說縱使我有華夏千間 我有一千棟的房子 業餅還是八尺 我睡覺睡覺機還是八尺 如果是你書餅的話 連八尺都沒辦法享用 那只有修行才是究竟 你誰當有智慧 以四年求佛陀說他們為弟子 或為他們說四帝法門 就是四聖帝苦疾媚道 希達夫應有誤道正果 所以供養功德真是不可思議 謝謝大家